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北外汇存交金额5.3亿美元 美国著名的科技新闻网站报道 苹果传出即将重新生产iPhone4 主要是锁定了印度 印尼与巴西这三个新兴国家 印度媒体也指出 去年9月退役的iPhone4已经恢复生产 一些生产日期标示为去年12月的iPhone4也开始出货了 这显示苹果公司似乎有意收复在这三国输给三星的市占率 政治消息来看的是 开工第一天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市政会议上提到 今年是选举年 各场市政都会被放大解释 要求市政团队要上井发条 而他也会尽力地降低政治干扰 我们公司本身就要上井发条 不管有没有选举 市政工作本来就是要经得起考验 所有的市政工作都是延续的 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所有重当的计划 一步一步地按照我们的规范 按照我们的要求 加快速度来完成 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 尽量把政治干扰降到最低 大陆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部门今天公布新增一例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病例在广东出现了症状 回到广西才确诊 这名病患是一名41岁女性 罹患了重症肺炎 情况相当的危急 至于台湾方面 春节期间疾观署统计 泪流感从除夕了4000多人上升到初二 大约9300人达到了高峰 而初四则是下降到4000多人 过年期间大吃大喝让不少民众肠胃不适 平均每天腹泻急诊的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 初三达到了3900人次 而初四门诊开诊之后就降到了2000多人 今天是大年初六开工日 也是全国官场工人连线在台北车站 卧轨满一周年的日子 官场工人今天下午将从竹南 桃园 百桥等三地 聚集上百人在台北车站举行抗争开工团办社运 并且要求老委会全面撤告 对此老委会表示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心等待 尊重法院的裁决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新闻安居 我是许慧 更多消息允许锁定UDNTV 我们再会